你好 欢迎收看12月2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为了开启和国际原住民族群对话交流机会 台东县政府和台东猎人学校 台湾好好协会共同举办了 2023国际南岛艺术交流日 以摇曳的太平洋为主题 邀请到了夏威夷族 还有台湾部落文化推动者 以传统诗歌交汇 以海洋故事交流 期盼借此增进台东和太平洋区域的连结 也提升台东原住民的国际观和多元的视野 面向大海唱着鼓摇 透过音乐 诗歌 故事 三个面向 连接太平洋岛屿另一端的夏威夷 为了开启与国际原住民族群对话交流的机会 台东县政府在今天与台东猎人学校 台湾好好协会共同主办 2023国际南岛艺术交流日 昨天在带着夏威夷的朋友跟现场在聊天的时候 一直提到 我们是一家人 这件事情 我相信 不只是电影学校 或者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区 这个台东 展现出了一个特有的魅力 然后很高兴各位能够到来 让文学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灵魂里面 能够一直是浪漫的 然后在我们的神情里面一直是能够拥有着 让我们的学业就像太平洋一样 从来没有停止过 就像那个呼吸是那样的一百年 今年以摇曳的太平洋为主题 邀请到卡美卡美哈学校文化部长 夏威夷文化中心经理 以及台湾部落文化推动者 以传统诗歌交汇 以海洋的故事交流 透过各位对海洋的知识 我们一步一步希望能够联起 我们过去祖先 曾经大家一起 在这片土地上的美好 那今天在烈人学校办这个艺术交流日 其实是这个系列的延伸 那我们特别有邀请了 夏威夷的卡美哈美哈学校的文化部部长 Randy他们夫妻来到这边 就是希望说能够深化我们的交流跟联结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南岛很重要的一个养分 那也希望说借着交流 凝聚大家的共识 未来我们一起走向南岛 文化处长李吉聪表示 这场活动是为明年六月 在夏威夷举办的太平洋艺术节暖身 而县府将带领台东艺术家 及部落先进 前进夏威夷 期盼能借此来增进 台东与太平洋区域的连结 也提升台东原住民的国际观 与多元视野 记者杨志轩 泰马里香报道